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留意来到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一定会发觉到 这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世代 这个世代不单止疫情难以预测 我们刚刚说准备放松 突然之间因为有变体的一些病出现 我们接着又要散发 不是一个国家是这样 不是一个地方是这样 而是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带来的机会 很多人有种感觉 到底何时会完 但这个问题本身 有人就告诉我们 不要问何时这个疫症会完 只能够问这个疫症何时会 这一波会停 然后跟着新的一波又开始 每一次出现新的一波的时候 其实这个病毒更厉害 传播得更加快 然后染病率死亡率会更加的高 不单止这样 留意来到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自然的灾难也都是越来越多 气候的变化越来越大 另外国际的交往也都是越来越紧张 我们看得见 现在根本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预测 未来整个国际的形势是怎样走 会不会随时会打仗呢 我们不知道 会不会随时有这个国家 会出现这个内乱呢 我们不知道 每一个国家的政治都得是由哪一帮人来控制呢 我们同样都是不知道 我们看到这种变化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 圣经里面有一卷的书 是传统的基督教极少说 但是那些二端邪教就经常说的 这一卷的书就是启示录 带来的结果 就是汇众如果对这个未来很有兴趣要知道的时候 他们在网上听了很多时候是二端传出来的东西 是邪教传出来的东西 是极端传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新派 对启示录的信息写成 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呢 都有很多的疑问在这里 甚至会将它看成像西游记一样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感觉到是必须要和大家来分享启示录的信息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 是以不变认万变 对着这个万变的世代 我们应该清楚看到有一些东西 在启示录的作者清楚说明是没有变过的 以至于我们能够放胆去传扬这些信息 这一件事是什么来的呢 我们首先去看一看一些圣经 我希望大家看的时间 特别留意到圣经里面的一些记录和记载 首先跟大家看的 是启示录的第一章 第一次 这一段的圣经 它这么说 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里说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使者 挑与他的仆人 若寒 各位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启示是什么 是本来隐藏的东西 耶稣基督要将他揭露出来 是要给人看 现在不再是秘密了 现在是什么 是公开的 是人都要知道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去看这些东西的时间 很容易我们会走入迷津里面 很容易被人迷惑 然后接着他就说 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神赐给他 神给过他 是叫他将必要快成 不是说要等很久 不是说等也都不来 到底耶稣会不会再回来 而是说是必要快成的事 当你和我看到圣经里面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间 你就要谨慎 你就要警醒 耶稣基督再回来了 不单是必要快成 而且他要将这些事 指示他的众服人 包括到事者 天使等等 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就猜显他的事者 来到将晓鱼 来到给过他的门人 约翰 约翰在哪个时候看到的 是被放逐去到拔摩岛的时候 他看到这些事情 换句话来说 约翰东写下这些事情的时间 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 但是这些事情 你可以这么说 随着教会历史 一直这样演进的时间 是越近 必要快成的事 你就越看到 那些事情越震了 以前的人都不知道 这些会不会来 现在你和我都知道 一定会来 首先 从这个千变万化的世代 我们看看 一件事很重要的 这些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就是不变的事 是什么呢 但是神的话始终是不变的 第二至第三节 约翰就将神的话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就是念者书上语言 和听见由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近了 圣经里面说出 这个是神对末世启示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 就是到底他的来源是什么呢 启示录是谁告诉若翰听 要他将他写下的 连续三样东西 告诉我们 这三样东西 是让我们看得见 这个来源是非常可靠的 神对末世启示的来源 包括了什么 第一 他告诉我们 这个是神的道 是神的话 是完全出于神的 第二 这个是主基督的见证 见证这个字 就是信道那个字 完全一样的 换句话来说 是耶稣基督 亲自透过他的生命 甚至去到殉道 来将神的道 活活的 来到去应验出来 被人看得见 神在圣经里面的预言 一句都不会落空 在耶稣基督身上 你看得到 旧约的预言 如何验在基督的身上 现在你就会看得见 主基督的预言 将来如何实际上 都要应验出来 第三 就是目击证人 约翰 约翰就是将 凡是他所见到的 都证明出来 换句话来说 启示录的信息 是当事人 约翰 亲身经历 亲眼见到 亲耳听到 一些的事 因为这样的缘故 当我们留意 看到这个 这样的来源的时候 我们是不可能 还在怀疑 这些叫做西游记 不要这么认真 你看一看就算了 这些是神怪的东西 你喜欢为什么就为什么 绝对不行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 看一看 到底这个启示录 给我们看一看 启示录的文章体材 是什么的体材呢 当我们留意 看到这里的时间 有几样东西 你和我一定要知道 虽然第一节 说明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将那些奥秘的东西 揭露出来 但是启示录 最明显说得出来的 就是什么 就是 这是一个书信的体材 这个书信的体材 约翰就写信给亚世亚 七个教会 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 永在的神 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并那诚实作见证 从死女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去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另一方面 而且还使我们成为国民 成为祭司 在这些圣经当中 你会看到几样东西 第一 就是一方面 他提及到 是耶稣基督的体识 但另一方面 他也要约翰 写信给亚世亚七个教会 这个是书信的体材 不单止是书信的体材 另一方面 还要是将将那些将来必成的东西 要说出来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那个是预言 第四章的第一节 是约翰收到的一个 曉言 但你上到这地方来 我要将 末后必成的东西 来告诉你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那个是末后必成 将来必成的东西 就是预言 然后启示录的22章18、19节 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书上的预言 如果任何人删减任何一些 神就会将他的名字 从这个生命册删除 如果任何人增加什么 神就会将七年大灾难 那些灾难加在他的身上 是很严肃的警告 我们要想一想 到底我们今天解释 书信是如何解释呢 是不是我们必须要 看回他的原文 看回他的文法 看回他的上文下理 看回他写作的时候 那个历史的背景 又要看回整本圣经 一贯的一致的真理 和他稳不稳合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 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识经原则 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原则 我们会不会这样来解释呢 第二方面 如果这个是一个预言 我们会不会仍然按照预言 那个人 这个神 他自己的看法 如果他是必成的东西 将来一定是这样成就的 我们就没办法能够将他画 这个是这样说的 第二 解释预言 如果明明历史里面都没有应验 我们是不能够说他已经应验了 说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 第三个方面 解释预言 是必须要按照作者的原意来解释 既然他说明 就是这样发生的时候 先后的次序 前后的背景 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按照这样来解释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整本启示录 就是要告诉我们 将来必成的东西 是一定会这样成为 一方面我们神的话语始终不变 所以我们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正义来分解 第二方面 神自己本身也都是始终不变 既然神始终不变 我们就要清清楚楚 按照这个不变的神 他的心意来解释 解释落 现在我们就试一试 看看圣经里面 是用什么的方法 解释我们的神 是不变的神 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次 很清楚来说到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 然后跟着这个神那种不变 跟着去到第二节的时候 就说到耶稣基督 一样是不变 神既然在古时多次多方 是晓语 那些是藉着先知晓语他的列祖 而来到新玉的时候 又在末世的时候 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晓语我们 那救玉的时候 是神透过先知晓语列祖 是针对犹太人 来到新玉的时候 又透过主基督 去晓语我们 是针对全球的人来说的 然后第三次 更加清楚说到 耶稣基督和神 到底的关系是什么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上用他权能的命令 学住万有 这一段的圣经是告诉我们 用英文的圣经的翻译 就说 基督 主基督 is the exact expression of God 是神圆圆全全真实的表达 他不单止将荣耀的神 真真实实的表达 他还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神是光体 那些光线出来就是主基督 光线和光体是分不开的 有光体自然就有光线 所以这个光线就是表达给人知道 光体存在 另一方面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什么意思呢 神是什么 百分之一百 耶稣基督就是神这样 是远远全全 主基督的神圣 不是神的百分之九十 甚至不是百分之九十 而是百分之一百的神圣 远远全全在主基督的里面 然后跟着他用了一句话 希伯来书一章三次 他常用他权能的命令 托着万有 他用他权能的命令 托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运行 整个宇宙世界和万物 原来神创天造地的时候 已经将这个权能 用在宇宙律 用在每一样东西 神给过他的特质上面 是令到他创造了一个世界 不需要有人去打你 去管你 他已经是让一切的东西 好像装了一个自动充电的摩打 是让他自行 来到去运行 宇宙有宇宙律 太阳和地球之间 是没有一个轴 没有一条线牵着他们的 但是每天地球环绕着这个太阳 自转一周就是一日 而且这个角度 而这个轨道 完全没有变 但是你和我看不到这个轨道 这个轨道是谁弄的呢 是神弄的 然后接着 希伯罗书第三次 他就告诉他 又是主基督弄的 另一方面 整个太阳系 又环绕着银河系 然后又环绕着其他 不同的星系 但是继续不断 一条不论 一点点都不变差 是继续不断在这里 来到运行 这个都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基督 来到用他权能的命令 去托着他的 接着我们再看一看 不单止他用这个权能的命令 托着他 在解释我们的神 让人去了解他是谁的时候 第四节 约翰写信给亚世亚七个教会 但愿从那色在 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和他宝座的七灵 并那诚实作见证 从死云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作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权能都归给他 直到永永永远 在这段圣经当中 非常重要的 给我们看得见 他介绍我们的神 第四节 他说他是谁 他就是色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神 在希腊文的原文 第一个字应该是 好恩 好恩 就是他是继续不断地存在 他现在是继续不断存在 换句话来说 原文首先用的是今在 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耶和华 是现在继续不断地存在 然后第二个字 就是好恩 好恩这个词 就是用一次过完成式的 在紧古的过去 是紧古的 很久很久之前的过去 天地都没开始前 那个他已经存在 这个就叫好恩 是色在 还有以后永在 好恩 这个字是永恒的将来 他仍然存在 换句话来说 我这个神 是一个什么神呢 跟大家说 他就是出埃及记 三章十四节 耶和华的字我介绍 耶和华在一个地方 我是自有 又永有的 其实这个字的本身 希伯来文叫做 Hiah Y-A-H-A-H Hiah 这个字 英文用我来做主角的时候 就是 我就是永远的 我是 换句话来说 这个神 不单止自以 自己存在 不是人造他出来的 他是自存的 第二 他是永恒的活在现在的里面 他不会改变的 第三 他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是永恒都是这样的 还有 他是一个怎样的神呢 他是令到一切都存在的 那个造物主来的 因为 我是 或者我有 就是令到什么呢 本来没有的 可以令到他变成有 有的 将他改变 是改造成为更好的 第三个方面 是本来没有一个人生的GPS 没有律 是没有形状的 没有高低的 各样的东西都没有的 他将这一切的东西来给人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是因为这样 当我们留意去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时 下一刻 这个字本身 在希伯来文的圣经 旧约一共出现了3561次 只是在创世纪第一章 他已经出现了24次 这个字 是呀 就是神 在春埃及记三章14节 到底有什么的意思呢 原来在创世纪第一章 他已经非常清楚 他告诉我们 起码有三重的意思 第一个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要有空气就有空气 是没有变成有去创造 这是第一个意思 原来哈亚是使得没有变成有 起初神创造的天地 就是神用他的说话 哈亚 接着就出现天和地 然后第一次出现了天和地 就看了 地是空虚混沌 冤绵黑暗 神就在这个地方 接着来做什么呢 第一日就改造 神说要有光 接着就有光 没有变成有的光 出来之后 接着他就开始去改造它 怎么改造 最初的地球 他看着这个光 但这个光不是太阳的光 是直到后来 神自己定了 第四日的时候 他就定了这个太阳 要成为地球的光源 所以去到第四日的时候 神就做两个光体 大的管咒 小的管野 有些人因为不懂西伯来文 就在这里说 这个神都互相矛盾的 有什么理由地球更老过太阳呢 因为第一节 神起初创造天地 但是去到第四日 神就创造两个光体 大的管咒 小的管野 那么岂不是地球更老过太阳呢 这些人问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忽略 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是已经说到明 地初 神已经创造了天地 是Baraa了天地 创造了 而去到第四日 那个字 不是没有变成有去造的 原来第四日 造大光和小光 他用了另一个字 叫做阿沙 是用已经存在的东西 去改造它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本来太阳是没有光的 但是到第四日的时候 神就令到这个太阳有光 甚至令它成为地球的一个主体 太阳去成为一个主体 然后地球就环绕这个太阳去旋转 这个是改造 另一方面 人的被造 人的肉体 都是一个改造的成质 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做人的 而做这个字 这个肉体的造 是阿沙 阿沙就是用已经有的物质 来造成人的肉体 但是人的灵魂 是巴拉 是没有变成有 做出来的 第三个方面 神的创造 不单只是没有变成有 创造出来 又不单只是要改造 他甚至第三 他要设计 他要模造 他要制造 定规律 甚至要定一个令到他继续不断运行下去的一个律 一个动力 那个字 在希伯来文叫做Yasar 这个字是用在瑶像来造那些雅器 木杖制造那些木的器具 建筑师的设计等等 是这样来用的 但是创世纪的二章第七节 神用地上的尘土做人 他是用了日沙这个字 为什么 因为在人的被造的时间 不单只是一个形体这么简单 甚至在他里面 连同他自己的独特性 他的GPS 他的DNA 全部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得见 让我们感觉到 原来启示我们去了解启示录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神 而这个这样的神 不是只是旧约的时候出现 甚至来到新约的时候 仍然透过耶稣基督来到出现 耶稣基督的出现 第八节非常清楚来到讲道理 一章第八节 主神说 主神是谁呢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我是阿拉伯 我是阿拉伯 阿拉伯 阿拉伯是希腊文第一个字母 阿拉伯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 是色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传行者 他也用回耶和华 他所宣告的 是色在今在以后永在 来到讲道耶稣基督 他跟耶和华一样 完全没有变道 都是一样 换句话来说 春佳监记三章十四节 耶和华怎样自我介绍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同样是这样来介绍他自己 第一 他是Alpha 是创始的 是Omega 是成终的 第二 他自己在多处圣经 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完全用了出埃及记 三章十四节 那个介绍 在《药汉福音》 八章五十八节 犹太人挑战他 你是谁这么厉害 难道你比阿伯拉罕还老吗 你怎么知道那些东西 耶稣就告诉他 还没有阿伯拉罕之前 I am 他用的一个字 是Ego Ame 这个字 完完全全就好像出埃及记 三章十四节 他要告诉这帮犹太人 听犹太人 你们要知道 我就是 哈亚 那一位 换句话来说 他说他 就是完完全全 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自我介绍为 自有永有 那一位 犹太人一听到 《药汉福音》八章五十九节 他们就要拿石头 要扔死他 告诉大家 这个现象 不单只出现在《药汉福音》八章五十九节 去到《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二节 在大祭司的面前 大祭司审问耶稣 你是否那个尼赛亚 耶稣没有说 我就是尼赛亚 不是这么简单 他是用了一个宣告 完全跟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一样 Ego Amy 我就是 我是 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我就是 哈亚 那一位 大祭司一听到耶稣 这样来到宣告他自己之后 他就着着撕裂衣服 然后跟着就跟那些人说 我们还要找见证人呢 这个人说潜望的话 他竟然是一个人 但是要自称为耶和华神 所以就定了他死罪 另一方面 我们看得见 不单止我们的神 自始至终不变 是一路都不变 无论是旧约的耶和华 新约的耶稣基督 仍然都是那一位 没有变 他仍然是那个使母变成有 创始 又用现有的物质去改造 不单止改造一切的物质 还要改变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面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去改变人 第三 他还继续不断用他权能的命令 去让整个宇宙世界 去运行不息 从来没有停止过 可见耶稣基督 就是神体肉身显然 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见证 圣经作者 在一个这样的情绪里面 他亲眼见到的 他亲身经历到的 他就说出来 约翰就将神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亲眼看到的 都证明出帝 换句话来说 你和我今天如果是相信 仕途约翰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 就好像约翰福音一样 就好像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一样 我们今天就要有一个 很认真的态度 他里面所说的东西 恨不能是真的 接着第三个方面 不单止 神的信息 神自始至终不变 神自己的伟格 他的自我介绍 自始至终不变 甚至 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 也都是自始至终不变 怎样不变法呢 我们看看 这段的圣经 他又讲得非常清楚 他讲到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这个再一次强调 耶稣基督爱我们 是用他的血 令到我们脱离罪恶 完全像保罗所说的一样 为人死 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感作的 唯有基督 在我们重造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 向我们 显明了 约翰再一次提告 实际上 他讲这些话给我们听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 他爱我们 他令到我们 脱离罪恶 另一方面 他还要我们成为国民 第六节 成为国民 就是天国的子民 世界有穷徒 信徒不会有末路 我们肯定在天国里面 有份 不单止这样 他还要我们作 父神的祭司 这个祭司就是什么呢 既然我们知道 我们永恒的居所 是在神的国 我们又知道 原来我们靠着 耶稣基督的补血 可以得胜罪恶 成为国民 我们就需要带着 一个使命感 要将这些的福音 将这些信息 有那么远 传那么远 有那么广 传那么广 有那么深 传那么深 去给人知道 为了这样 我们才会看得见 他们有希望 有盼望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是有狂斗 无论你有多少钱 你的钱可以一日之间化为乌有 无论有 无论你有多少产业 这些产业 一日之间 可以变成零 很简单 我们看看最近的现状 多少有钱的人 就是因为这个疫症 化为乌有 很大的生意 一样可以没有 但另一方面来说 就是当你和我 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为什么 约翰福音 十章 二十八 二十九次 他又赐给我们 有永生 这些人 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 从我手里面 将他们夺去 首先 耶稣基督 他告诉我们 他是我们永生的保障 我们不需要靠任何工作 或者其他东西 去保住我们的永生 是耶稣亲自来到保住我们的永生 给我们 二十九次 我父把羊 刺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 从我父的手里面 将他们夺去 双重的保障 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恒的保障 你只要有了主 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我们会失去这种救人 另一方面 只要我们有了主 我们的父 也成为我们的保障 他会保护我们 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一次过成就了这个救恩 解释录一章五到六节 他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作神的祭司 这个已经成就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怕 但另一方面 我们的主基督 不单是为我们死了 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 所以他宣告说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犯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顶姐妹 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代 如果你有了主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东西 你需要报 接着我们看到 这个神 他对我们说 他一定要有形有体的在例 第七节 看下 他驾云降临 众目都要看见他 连次去的人都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为他哀哭 这个话是真的 既然是这样 我们今天 应该用什么的态度 来看《启示录》的信息 我很感恩 最近 不少老人家 病了 进了医院 但因为恶于 牧者都不能够去看他们 只能够他们的儿子 去看 我感恩的就是 这些老人家在医院的时候 当他们的儿子 他们的媳妇 他们的女儿 去到医院探的时间 他们是经过很长的时间都拒绝福音 不肯信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当他们的儿女 爱他们的表露 令到他们感动 第二方面 他们再一次告诉他 耶稣基督是復活的神 信他的人必然復活 然后又告诉他 这一切的疫症 这一切的撕裂 这一切世界上的 同堂没路 其实圣经一早预言了 但他叫我们放心 谁也不能将我们 从耶稣基督的手里面 将我们夺走 又谁也不能将我们 从父神的手里面夺去 结果听了福音多年的父母 不是一个 是多个最近连续几个 都愿意顺着 我感恩的 除了我 是同一个说 你就奉 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为他施洗 告诉他 他怎么做 他就在医院 为他爸爸施洗 另一个 就是我亲爱的同工 阿伟成 他同样用我这个方法 同一个弟兄说 就在医院那里 就帮他爸爸施洗 因为他决志 信得住 所以我们看得见 现在 不是只有牧者 可以帮他们施洗 信徒 有机会 我们都帮他们施洗 还有一件事 我也看得见 最近因为各种不同的撕裂 我刚刚去完元朗堂 讲到 元朗堂的牧者 跟我说 我的一个学生 带了他的儿子 和他的媳妇 去参加恩爱夫妻营 就在恩爱夫妻营 他们开始 决志 信耶稣 为什么 是因为看见 原来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呆 是跟别的不同 他们完全没有想过 什么叫清垃圾 什么叫来到存款 全部都不懂 但就在这个 恩爱夫妻营里面 他们目睹 有很多人都一样是这样做 又听到很多的见证 从一个破裂的关系 神怎么样将他们来到再一次 来到重归和好的境界 他们深受感动 决志信耶稣 因为这样的原故 我去到元朗堂 讲完道的时候 一个一个就走出来 跟我说 他说 其实听我说到 不是最近 他已经有一段的时间 听我说到 听完之后 心里面已经有感动 一直都没决志 现在他就大胆走出一步 我更加感恩的 就是 这些信息传出去的时候 不是只是香港 有人 有这个感动 去到加拿大 美国 同样有人 告诉我听 牧师 你不认识我 但是 在你上个月 跟我们教会所说的 那个信息 我缺一致 我要告诉你 另外 也都有人说 我其实以前听过你说 但是现在特别亲切 我很受感动 我决定了 我要决志 和加入附近的教会 我就介绍了一个教会给他 我为了这一切 我献上感恩 各位弟兄姊妹 我都希望大家 善用啟示录的信息 我今天告诉大家 我们要按着正义 分解启示录的信息 到底启示录 其他的信息 有什么意思呢 欲知后事如何 扯定 他会分解 我会一连串 将启示录的里面 凡是跟我们 有切身关系的信息 我会一一 跟你们讲明 愿神恥福你们 我们低头 做个吐告 主耶稣帮助我们 从你的信息 让我们清楚看到 原来 启示录的信息 是神你自己 是耶稣基督 是圣灵 和又是约翰亲眼见到的人 他的来源可靠 因为我们的神 是可靠的神 你要告诉我们 凡念者书上预言 那些听见又遵守的人 是有福 主啊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 由福的人 你帮助我们 更深了解 认识 你在启示录 要给我们知道的信息 奉耶稣基督的名头 阿们 我说明天 给我们带来 明天 有福